嗨,这周你过得好吗?有快乐美好的一天啊 嗨,我是鱼鱼之兔,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今天要来做什么呢? 最近看那个韩国的YouTube啊 然后有那种清洁啦,或者是环保议题的那个影片呢 我都觉得我自己应该好好的来清洁我自己的家里啦 那如果你是我的粉丝也知道我自己有喝茶的习惯 那喝茶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器具上面都会有那个茶购的问题 那我之前呢,在买布卫生棉的时候 那他就有附一个东西 那我从韩国的YouTube那边看到知道 那个清洁的那种YouTube的影片 知道那个东西可以清茶购 那我觉得说清茶购,牙膏跟小苏打不是都可以吗? 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吗? 那我就去用那个试用包,然后去清这个东西 这个是包在茶,茶叶包在里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卡那个茶购的地方 非常的脏 那我现在目前清洁的非常的干净 那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东西 哇,我觉得它超级神奇的 超级有感的 那我就去找这个东西 要虾皮看 虾皮你除备是免运备去买 才会想说去下单 要不然平常加上运备其实蛮贵的 那平常好像要去化工行买 但我也不知道我们这边到底哪里有什么化工行 那某一天我在菜市场看到了 那我就把它买回来 我第一次把它买回来的时候 我是清洁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这个玻璃的杯 然后跟这个里面的这个我都有在清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也有拿下去泡 那时候清的没有这么干净 后来我还有再来清洁一次 那这次的话清洁的是我的茶盘 这个茶盘大概是三个月以上 搞不好有六个月以上没有清的 那这个的话你弄不好的话 它其实会是稍微漏茶出来 那难免就是茶盘里面就是会有茶啦 然后或是那种水垢出来 所以我就今天要来清洁我的茶盘 顺便把我电脑桌这边清一清 然后以及我的荧幕这边稍微打理打理以下 跟我的柜子清一下 所以这支影片是清洁的影片 跟韩国YouTube致敬来做一个清洁的影片 没有啦 这其实纯粹没有话题 然后想说来清一下 然后让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这么神奇 真的我在清那个茶口非常的有感 那如果是喜欢这样清洁的影片 别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全部东西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 那就来清洁 让你看一看我的茶盘到底有多脏咯 目前看到这个茶盘 我已经用了很久没有洗 都可以看到那个茶字 然后下面更是夸张的茶字 那我这次用那个叫会用 把它去洗 它是需要热水的 所以我等一下会去烧热水 然后加那个碳酸什么挖锅的 我到时候忘记它的名字 我到时候会再放截图 然后来去清洗 它要在热水 然后同工的情况之下 然后才可以使用 那就来去清洗它咯 关键我就用茶叶的小碎片 那我就用这个小刷子 先把它刷刷先做一次的 而整理把那个小刷子加上这个 把它弄起来之后 再来去用过碳酸纳 然后再来去清这个 嘿 做个小故事 我会买这个过碳酸纳 是因为我之前有卖布的卫生棉 然后它有附这个一小包 那我就想说 我之前看那个韩国的YouTuber 去清洁的那一种 YouTuber 然后它就用过碳酸纳 然后它就是那些不锈钢那些 然后就清得很干净 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 那我有试着清理这个 这个还有茶包 然后这个本来都是像这样子的茶口 但它完全清的跟新的一样 这边也是我用玻璃 用这个过碳酸纳 然后清的 然后都非常干净 它只有像这种比较边角角 没有进过这个地方 比较不容易去清以外 剩下的像LisaPod的到它的地方 都清的还蛮干净的 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一次 来去清这个茶盘 这茶盘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清了 但它需要热水跟通风 所以我就放在窗口这边 让它去通风一下 我想说上面也要铺一层 但上面这边有洞洞 它也是会掉下去的 所以没办法 所以我就撒在这个盘子上面 这个盘子也是我那时候一开始没有擦盘的时候 我点在这边 然后当我的那个茶的隔热的那个隔热点 所以它也是茶沟非常严重的 然后这是塑胶的 然后我就想说顺便看看能不能清一清 那这个一定要在通风 然后不能跟其他的小苏打啦 或者是柠檬酸混合 它就只能单独的使用它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清不锈钢跟玻璃 清茶汁这边非常有感 我把上面那层先拿掉 然后就把这个盘子这边放下去 然后会看到它这边一定有那个茶的这个颜色出来了 然后它现在还在吸反应 热水下去它就会吸反应的很快 说最好是戴手套 然后来看一下刚刚才放下去的这一个 刚刚非常严重的这个茶盘 还有点热 搭不起来 OK这个的话好像还好 看比较严重的这个 我一直想要把这个拿起来 它拿不起来 OK 这个好像就掉的还蛮明显的了 所以它还蛮OK的 那这边边不知道到时候可不可以 可以耶 那我到时候再用牙刷 然后再把它用这个来清就可以了 OK 好就等它反应过一段时间吧 等个我大概都会先把它泡着大概是30分钟左右 然后再来清解 因为我们拿了菜瓜布出来 把上面这个看看能不能清掉 然后镜头的部分好像没有办法 而入带了 就是要把这一个 然后这边然后把它清一清 看能不能就清掉了 用来刷一刷 因为上面这边并没有是很严重 那我就用那个过碳酸的那个 然后来清 你看我只是用水而已 那个做完全是不一样的层级了 整个就是亮亮的 刚刚还是那种脏脏的 我只是用水这样子 我还没有去泡 然后它就已经很亮 那泡的话那一定应该更精彩 我看那个韩国的那种清洁的 那我就觉得很疗愈 看到那个东西变得很新很漂亮 我就觉得好疗愈 所以就好像有那个想要清洁的程度 但是看到自己夹就觉得好懒 然后今天刚好就是这个方法 我觉得一直很有效 所以刚好又要来清这个 那就来当一个清洁系的YouTuber 长得会亮亮的 没有茶汁了 非常厉害 然后放到旁边去 把这个 这边还有一点点的茶汁 我看看能不能用这个来去清一清 因为它是有吊的 刚刚比起来它是有吊的 整个没有了 夸张了 所以这个来清不锈钢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有感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子 OK 整个茶汁没有了 非常的干净 这个的话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还有一条线 看能不能清掉 看能不能清掉 比较有清洁的感觉 比较有清洁器的感觉 结果它 没有办法清掉 这个应该不是茶汁 它是吊色 所以没有办法清掉 再看这个 这个的话就非常干净 这个的话旁边这边还是有一点茶汁 看一下 跟新的一样啰 非常的干净 好这边我也 下面这边我也稍微把它擦一擦 要避免有一些的 比较完够的在这边 目前看起来是非常亮 我边边搅一搅 好我去倒水 好我顺便来清桌子 因为刚刚 在过程中 有益出来 所以我擦一下桌子 好来看一下这个的成果 这样子 非常的干净 整个都是非常亮 刚刚有看到的成果 然后这个的话 就只有这边 它是褪色 所以它不是茶汁 所以清不干净 有点像褪色的感觉 然后这个就清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超干净的 我把手套戴上 这个刚刚看到了 也是非常非常干净 非常漂亮的 几乎就是干跟新买的一样 非常的干净 然后放到旁边先给它晒干 这个还如水 真麻烦 这个你看 刚刚是这么糟糕的 然后弯弯平全的 非常的干净 这个我以前在清 用小时候打清 真的 清的还是 比较深浅的 是没有办法清掉的 但现在你看 整个都可以清掉的 非常干净 这个我真的清 就是我刚刚用茶汁 非常非常的有感 先擦一下我脖子 我习惯是用明星化入手 然后加一点点 然后去和着来去擦桌子 那因为我刚刚母布都拿去洗的 是我用十字镜代替 一般的颜言来说是用母布 那这些我都先把它 拿下去放到哪边去 来专门清桌子 来专门 回锅 正常都是用母布 今天是因为我刚刚母布 去试验拿去洗的时候 所以 还用这个 那目前的话我就是擦 那个之前 擦这个 等一下我把我的 这个 我把我的这个 目前就是擦这个而已 目前我就是擦这个而已 我就没有再 擦桌子了 就是擦这个而已 看其实还蛮脏的 意外的还蛮脏的 那因为有酒精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 手套来 ok 再来看这边 镜头这边 兔子它打到镜头了 ok 兔子它打到镜头了 ok 这边现在要清这边 先把扩箱拿走 分针先拿走 因为这边本来是放 像我目前是放这个茶盘的地方 它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 这个是我之前影片的那个位置 那我现在把它移到这边来 那我现在把它移到这边来 然后活出 平常 是不太会清的啦 因为通常都放茶盘 所以很久没有清 所以很脏是 很正常的 但是贵啦 主要都是贵 这边的东西 是 这边的东西 是 这边的东西 i uwu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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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好像因为是茶汁的 哎呦呦呦呦的掉了 OK 下来是另外一边的柜子 整个整体就是这样子 然后稍微把它拆一拆架子 加上去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今天的清洁了 大概吧 你们会喜欢这种清洁的影片吗 虽然我久久才清一次而已 主要也是因为看了那个韩国的YouTuber的清洁 我才有想说来清 要不然平常我也根本不会清这些东西 就让它落回就落回 反正看不到就好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条部分是我来去擦茶汁的 那我就暂时用这个来代替吧 OK 虽然没有很干净但是跟之前比起来干净了很多了 然后顺便把荧幕这边也擦一擦 可以恢复到这么干净我一定觉得很棒了 对有整理还是有差的 然后擦盘这边针池就是这样子 这是兔子的 就是当这个擦垫 之后应该会把那个刚刚洗好的那个放上来啦 现在目前用这个来代替 然后那个的话目前是我就是吃饭的时候垫着 去哪里放到哪里去 总之那个我一个是吃饭 然后一个配垫这个 比较大的茶壶这边 OK 完成了 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虽然东西可能还会再调整 大概就是这样清洁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我笔电也有稍微清洁一下看 屏幕这边变得很干净了 下面这边也变得很干净啦 好棒 因为我都在这边吃东西 所以我的笔电啊 都会沾一些酱汁之类的东西 看我这个 我之前是用这个就知道 这个不知道可以怎样清洁 到时候知道人可以跟我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但是他就不用弄成这样 好像擦也没有办法擦 这个要怎么清洁呢 你是喜欢这样清洁的影片 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 欢迎在下方留言留言 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 喜欢这样的影片也别忘了给 给我 喜欢这样的影片也别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频道的最新更新啊 那我是羽翼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